中国功夫 走向世界 让人家通过我们的中国功夫 了解中国的历史 对对对 现在目前我们中国三打 现在就是 有亚军三手 但是有亚军赛 有市民赛 这两个大比赛 而且在国际上 有100多个成员国 也有组织 团体武术协会 世界武协都有 对对 这也是我们的国家 以及我们社会上 各武术流派的老武士 以及咱们武术工作者 这个努力 长期期待人 长期的努力 好了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刚才那个 试探对方 也是试探 也是试探 对 就是声东击西 抱腿 哎呦 看来这个地方 对方那个 四五八弯才没有 不仅不怕 而且他这抱腿刷 还有点感觉 我觉得他这个节奏 把握得非常好 非常好 进来也不怕你旋击 哎一个高边腿 他这个低边上高边腿 这个泰拳的挂腿很厉害 哎 防膝盖 防膝盖 春涛这个队 苏华外胜面应该 很有实力 要老话 踢高警惕 哎 哎 哎 看来这小子高边腿 呼吸不易 对对对 很具有杀伤力 对对对 很具有杀伤力 嗯 春涛刚才 利用过懒腾的缓撑 往回带摔 结果呢 这个 但是呢 帅上抱住前方 自己也倒地了 对 对 对对 春涛现在一个把单个节 stepöm闷快 不要跟对方拼 别打 by 对 对对对 这他体能效果非常大 对呀 嗯 枉 akin 对 单个阻截 然后撤展出来 但不要跑 闪和跑是两回事 防抬 要防抬着腿 在倒的过程当中膝盖还起 对 它这个拉壁起膝是它在训练中很正常的 它有的还有抱着你的静步 用你的摆动力 用你的力量 它在使它来撞击 而且这个黑家伙你看见没有 而且他刚才使了中国式的一种踹腿 看来他对中国也非常了解 想偷袭 中间千万不要转身 不要 永远到什么时候把手拿起来 呼吸要配个动作 因为他现在呼吸要急促 好 关于怎么样 中间这一局还占优势 但是可以说这个孙涛也遇到了 相有力的对手 相有力的对手 这个作为泰国的这个宋巴 万柴明呢 是经验非常丰富 非常老道的一名选手 这个现在在第一回复的这个比赛里面 我感觉到这个泰国选手 宋巴 他已经 这个拳呢 他全部松下来 对 全部他打的比较放松 对对对对 他上半身的基本上是露出来 第一局是孙涛过胜 depos 孙涛过胜 虽然上第一局的比赛 但是从体能上它消耗很大 应该自己在体能上要顺受恢复 而且在这个呼吸配个动作上 应该下功夫 距离下去要跟对方拉开 对对对从 把单接有效的动作阻击对方 然后可能的话打个重机 只要打中一个要最好的方法是进攻对方吧 嗯嗯 好那 continuing 不要阴门的跟对方拼打 因为孙朝领务员也是敢打打拼的 他是与对方对拼的话 他也是无计后果 我说这个就是有点的 不管体力好快 这样不行 对 这泰国选手呢 我觉得他重点呢 放在他的腿和膝盖上 你看 他上半身呢 全部都露出来 这个时候呢 孙朝领劲想进身的拳 对 孙朝领劲应该刚才那局 把两只前手拳左右拳打出来 对 孙朝领劲这场 不管是怎么样 他将这场恶战 不要失忆重心 不要跑 对 那么泰国选手抗击打能力 非常的强 对 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会往上靠 这也是泰拳的一个船 就是不能往后退 互相抱腿 还是抱着以后膝盖 这个松八万山明狼想在中在近距离拿膝盖给他对方中击 这会儿呢 孙朝领劲应该进去马上贴着 要不然就能撤住了 对对对 你看他上半身基本上不要了 对 太过选手 哎呀 这个边腿非常的厉害 非常重 不要这种出现这种抱着以后玩命的就来回晃摔 这种换是最浪费的 不效的 你抱着中间驱赶 人家重心你在那了 你怎么摔倒人家 那现在应该去跟对方暴击 打到对方得一点就暴击 打一点就暴击对方 这种我觉得还是一种 不得这种得分的一种 为什么一种方式 要防止这个泰国的 哎呀 欢迎刚才可能这个 吃到对方一个鞭腿 他这个鞭腿啊 泰国选手的这个鞭腿 哎 抛毛筋了 抛毛筋了 提前 我觉得从实力上来说啊 这个应当说 这个泰国选手啊 泰国选手 宋巴还是确实是实力比较强 那刚才这个宋巴外面的一个低鞭腿 可能低中我方对方头部 我这个咱们中国前面的教练 泡出了白毛筋 但是呢 这个实力 这个孙涛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训练 而且着急就回来 就因为他是个老将 肯定有经验 对吧 造型训练了 这是一个原因 却在主要的呢 这个宋巴外面确实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对对对 不仅不 而且还